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遇到这一个阿姨就是不要让她那个刮刮或赦账 这名住在屏东六十二岁金融业退休的理性妇人 曾经刮中了高额奖金传闻多达两百万元 从此就展开了她刮刮乐生活 跑遍的彩券行花光退休金 甚至卖房子的钱也赔了进去 乐此不疲的她甚至想要赦账自己开彩券行 女儿还债还到求助法官 鉴定后确认妈妈患有病态性赌博症 情绪上的不稳定不容易平衡 需要借助某种方式来满足 还有就是冲动控制不容易 甚至变成这种冲动 变成一种强迫式的一种方式 有些法律行为是需要经过这个辅助人的同意 比如说本件个案做一些法律行为 它都需要经过她女儿的同意才可以做 被强制不能买彩券 离性妇人自觉不合理 但是法院除了才准女儿当辅助人监督妈妈之外 也要求尽数的带她就医 避免已经上瘾的妇人继续成名 三地新闻朱俊杰 朱宇荣评通报道